第十四章 第十五節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 向座在雲上的大聲哭著雪 伸出你的念都來修割 因為修割的時候已經到了 地上的莊架已經熟透了 到這裏我想藉著這次的經文 跟大家深究的一件很重要的課題 就是關於若新民眾 很多人聽到主要我們說到關於神 未來的日子全社會架構都是用夢去架構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想 我要成為若新我要成為彈以利 我要怎樣去解夢 其實在這裏我想跟大家去分析一個概念 給大家理解 其實我們在這個光景下 我們要理解什麼呢 原來墨子和果子讓我們理解一件事 就是原來我們要在信仰裏面理解 有信仰的技術 亦有信仰真正的性格和內涵 信仰的技術就是藉著這些參與 讓我們在參與當中改善我們的技術 我們更加專業 我們更加參與的時候 我們做得更加純熟 無論在因子運作裏面 甚至我們去分享裏面 去傳福音裏面 但問題 信仰的內涵就是我們當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每一刻都留意我們有沒有讓我們所做的 去改變我們自己 使我們成為一個更誠實的人 更忠誠的人 在神的面前更愛主的人 更有生命的人 以及更像神的人 因為這就是所有信仰的技術 最終極要達到的目的 而事實上當我們理解了藥室 理解了夢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要設計 就是我們從了技術層面裏面 希望得到內涵層面上面的祝福 換句話說 我們拼命可能要看很多解夢的書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肯定當時尼布格尼薩王身邊的術士 他們根本就做了這行業 但是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得到呢 因為原因就是 當真正來自神 改變人類歷史的夢 就是來自神的 它是用回它的language 用回它的密碼 用回它聖經裡面的豐富和豐盛 它不會用人的狹窄 去解回將要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會看到 無論法老王旁邊 或者尼布格尼薩王旁邊的人 他們都沒有辦法可以知道 或者解得到 神所刺下的夢 只有那些真正跟從神的人才行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我們從技術層面去做的話 其實將會很多人會錯失了 神在這個時候的高升 當我們理解了 神要高升的是藥室 我們就要理解 神對藥室和彈以理的數字 我們看到他們在他們的性格當中 最主要就是不單止他們擁有了技術 他們擁有了真正能夠承擔 這麼大榮耀的內涵 他不會因為自尊心 虛榮心 私慾 各方面敗壞了神所給他的高升 這個才是真正的藥室 這個才是真正的彈以理 而實際上神在過去人類歷史當中 藉著節旗給我們看到 就是我們要像一個寶寶 那樣孕育 或者每個人都覺得奇怪 我還未已經出生了 沒錯 就好像聖經說 你雖然出生了 但你也要重生 就是這個意思 重生就是重生再生出來 所以當你那個底母和主耶穌論道的時候 他完全不明白為何要重生 為甚麼 因為他明明不知其 就代表了嬰兒的出生 沒錯 所以原來我們 沒錯我們是有這個身體 我們很多人信主的時候 甚至是二、三十歲 或者三、四十歲才信主 但為甚麼我們要重生 因為我們要在神的生命之下 去成長 重生去誕生 而擁有我們天父一樣的形象 所以節旗就是在說 神在時代計劃當中 怎樣每一個信他的人 在經歷這個信仰的計劃當中 是慢慢孕育出神的性格 神的性情 而約失和但義理 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讓他理解 神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所希望有的帶領 但是除了每一個人身上有的帶領之外 神在整個人類歷史當中 都是一群一群的基督徒 是帶領他們走向這個方向 所以當我們理解到 原來未來的日子 神是會讓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將來夢是會將整個世界的架構去改變 但是這些夢會成為單單是祝福 約失和但義理 就是單單那些好處 壞處不會因為這樣而得到祝福 並且神用夢去改變人類歷史 這些能力這些內容 全部都不會離開了這一本的聖經 所以當我們看到但義理也好 約失也好 他們解夢的時候 他們的內容根本可以一樣將它貫穿回整本聖經 從《啟示錄》當中看到它裡面的意思 簡單來說 約失和但義理能夠釋解這些夢的原因就是 他們完全讓神去塑造他們 而直至到神是為他們兩個的知識 他們兩個所擁有的內涵 去度身訂造這些夢去給法老 去給但義理 我相信神將神給尼布加尼薩王的夢給了法老 約失未必會解釋 同樣將這個約失的夢給了但義理的話 但義理又未必會解釋 明白嗎? 如果你是同一個時代的話 大家在遇到同一樣東西 將這兩個夢只要一調轉的話 他們兩個未必會解釋 因為這兩個夢都是神度身訂造給他們的 換句話說 原來我們要做的不是在技術層面上 我們快點去聽一些解夢的 或者看一些解夢的書 讓我們將來做到約失 不用看那些書 如果將來寫那本書的人就做約失 你也要看那本書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知道 接下來的日子 神所塑造的約失究竟是否塑造完了 神所塑造的但義理是否塑造完了 如果是的話 神就會為這些約失 這些但義理 來度身訂造 這些夢 度身訂造 這些力量 這些環境 這些改變 讓他們在他們處身的環境裡面高升 因為神所祝福的就是這些好果子的書 所以頂姊妹 你是墨子的話 你有沒有使你自己好好地變成好果子 而你是好果子的話 你有沒有使自己成為一個多結果子的好的樹 當你是一塊好的樹的話 神所給你這個時代的祝福 就讓你成為約失 和彈以你 啟述第十四章 第十五節 由一位天使從殿鐘出來 向那座在雲上的大聲哭著雪 伸出你的臉刀來收割 因為收割的時侯已經到了 地上的莊架已經熟透了 在世間 活在世間 但我夢想到人 全意前逃問 愿上帝诗音 指下团能话远 上座我根深 愿我心依靠神 我居宝根深 月冠雪风雨淋 迎立志为你奉献为生 神猫肯请你 伸出音首宁人 神猫肯请你 欧怨诗人答患 愿我决心放下挂牵 愿随着你度人 现成年 总有你 老头里 愿情的恶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